而且黃國昌的低潮要更新一下 他打所謂的鄭文燦那個案子 去年林濤就打過了 林濤要去跟黃昌拿一下版稅 低潮要更新一下 而且他低潮碰到柯文哲 馬上delete掉 所以我有拿到他一些 他刪除的一些文件 大家看一下柯文哲旁邊有誰 請黃國昌要補充一下低潮 你的低潮的那個刪除的資料 現在都在張一山這邊 請過來拿 殯葬處副處長王文秀貪污 公登處處長陳榮欣貪污土利 進辦主任陳雅玲貪污 後援院總會長王冠軍 這個燒鳥毛 這就是高安安 剛才講了一大堆貪污 陳信瑜特別費貪污 金門縣長陳富凱收會 這一堆還沒有列完全 這只是部分 不過以民眾黨的標準 這叫為起訴之前 這個叫起訴之後 為判刑之前叫無罪 推定 所以柯文哲的標準叫做這些人 都無罪 因為只要站在他旁邊 還沒有判刑確定的叫做無罪推定 但是站在他旁邊的人 只要判完罪服完刑之後 都叫做更生人 所以柯文哲現在什麼都可以收 任何犯罪都來 只要挺柯文哲 你任何犯罪 只要你判刑之前 叫做無罪推定 判刑之後 關完服完刑就叫更生人 所以柯文哲現在馬上 都旁邊都是這些人嘛 其實他這些人的目的很清楚嘛 他為了要跟郭台銘 競爭所謂的台灣地方派系的支持嘛 這些地方派系的牛鬼蛇神們 其實都在反所謂一件事情 我覺得政治人物說真的 你有很多朋友 過去是黑道 或者是你跟人家吃飯 我覺得都無可厚非 政治人物本來就要爭取每一張選票嘛 重點是你對於這些人 從政的態度是什麼嘛 你的政黨的道德標準是什麼嘛 民進黨很清楚起訴叫做停權 一審判決有罪叫做開除 這是民進黨的標準 民眾黨的標準呢 這些人無罪推定 民進黨的標準是什麼 黑金槍毒選罷法裡面 去做所謂的修改 以後黑金槍毒不能參選 提名如果有涉案的不予提名 這個是民進黨的標準 請問民眾黨的標準在哪裡 這個我就要講的說 政治人物跟所有的人交朋友 我覺得都可以 因為要爭取每一張選票 所有人不管你判過刑之前 或者是扶過刑之後 都是一張票 你都應該去爭取 但是你支不支持人 這些人當你的幕僚 當你的政務官 當你的所謂的你提名的候選人 這個是不容許的 所以法律只是最後的道德標準 你不能當成是政治上你提名 甚至你為了爭取大位的你的工具 好 所以請教他將軍 因為你看喔 那我覺得大家就很納悶說 館長黃國昌跟柯文哲之間的關係 因為之前好像看起來要切割 現在又沒有 館長是為了自己 還是為了柯文哲呢 感覺起來之前又打 館長又打綠電嘛 那黃國昌自己的這個 競案爭議都還沒有完 好 現在又說八八會館 你看柯文哲 兩度也進入八八會館 這個黃國昌也沒講話 柯文哲跑去跟林水叔一起吃飯 那個黃國昌也沒講話 你都沒講話 你到底是現在身分是怎麼樣 現在身分就是怎麼樣可以獲得聲量 怎麼樣可以讓自己重新站起來 還是他也需要轉移焦點嗎 當然需要 當然需要 因為其實柯文哲 我之前說柯文哲一直想跟黃國昌館長切割 現在發現並沒有想 因為只有臭味相同的人才會聚在一起 柯文哲心想 這兩個人跟我滿合的 這兩個人跟我滿合的 對不對 這兩個人的個性跟我一樣都滿衝動的 都滿敢講的 所以與其一個柯文哲 不如讓柯文哲變三個 加上黃國昌跟館長 就變成三隻柯文哲一起講 那麼這一次你說柯文哲 柯文哲其實有很多方式都會選擇 就是他會先觀察 他會先觀察 所以你看柯文哲每一次受訪 他的第一句話是 一定是這樣子 對 為什麼 他在想下去後他要講什麼 他並沒有想到 如果他講這樣子 這個應該這樣講 然後之後他如果沒有想到 他就把你問他的問題再重複一遍 然後重複一遍之後 當你忘記你在問什麼的時候 他就開始瞎扯淡 這就是柯文哲的一貫的作答的方式 那麼現在一樣啊 黃國昌 黃國昌多久沒有出來 對不對 自從他家的尾箭被踢爆以後 他幾乎省引了一段時間 現在突然間跳出來了 開始狂打鄭文燦 鄭文燦 我說句實話 有人說 為什麼鄭文燦的案子都不判 為什麼鄭文燦的案子都不判 你去告啊 你去告啊 陶淵市至少林陶 我覺得他滿帶種 他至少去案名申告 告得成就成 告不成就變誣告 對不對 他至少要敢去告 那黃國昌你去告啊 你不要光踢爆嘛 你去告 你去 你覺得鄭文燦哪裡不對 你就去提告 鄭文燦也沒有不讓你告 這個地檢署 又不是開給某些人 又不是給執政黨專用 你不爽都可以去告 你覺得不對 你就去告他 那告得對 我說句話 你厲害 告不對你就誤告啊 就這麼簡單 你又不敢告 你只敢說 我就這樣子講 你來告我啊 這就叫做 太膽怯了吧 你的膽子太小了吧 你手上有 有確切的證據 你就提告 你如果說是 哪一個黨教授人家來 來修理你的 你去告 這嚴重喔 那像館長這樣講 我覺得就是他對我開槍 但是我沒證據 這樣可以告嗎 那我就說 你跟法官說 那如果你覺得說 我覺得是民進黨 對我做的這種事情 對 可是我沒有證據 那你可以跟法官講 那你現在都這樣子 都沒有拿出證據來 然後就放一句話 然後就變成媒體標題 當然可以告啊 這就可以告 所以我說民進黨 該告就去告他 為什麼 因為你在放不實消息 你這個跟其他不一樣 人家說 柯文哲跟你切割 你就很生氣 那你現在講說 民進黨 我懷疑你 我可以直接就告訴你 就是他有說我沒證據 那這更嚴重 這是整個讓整體的 政黨形象 受到損害 如果今天 我這樣子講國民黨 我這樣講民眾黨 他就告我的啊 對不對 那可是 今天館長講 就不用告嗎 我覺得這要接受 檢視的啦 那他當然 他最後講一句 可是我沒有證據 他就認為說 這樣子講 可能就 就沒有人會告我 一樣會告啊 一樣會告啊 對不對 我覺得你對我非理 可是我沒有證據 那人家說 我什麼時候非理你了 對 我就這樣覺得 可是我沒有證據 這樣可以嗎 所以我才說 民主社會 民主的言論 是受到管制 你不能泛 濫用民主 你不能把民主 變成施暴於別人 用所謂的言語暴力的 一種藉口 所以我覺得 該告就告 但感覺起來 柯文哲是滿挺館長的 因為包括他就說 館長是很厲害的企業家 你們都以為他在罵髒話幹嘛的 但是他當企業家還蠻厲害的 館長的髒話 罵的會輸給柯文哲嗎 柯文哲的髒話 也不會輸給館長 所以說他兩個人是好朋友 罵其他人不會切割 一模一樣 柯文哲選總統 說不定就找館長來當副總統 我跟你講 兩個人對罵 欺制 這個欺言拮据 我對上連 你講下連 多精采啊 那現在朱一輪 現在跟柯文哲關係是好朋友嗎 是應該算吧 應該算吧 對他就是反正柯文哲現在 只要有聲量的都是朋友 要問也有人吃 對只要有聲量都是朋友 然後我講 其實高宏安是隨時可以跟館長 跟柯文哲之間 會可以搭得上橋樑的 對不對 館長今天出來聲援一下 這個高宏安 馬上高宏安就謝謝館長了 感謝館長 正義凜然 全部挺高宏安 對不對 所以館長趕快挺下高宏安 高宏安這麼可憐 高宏安這麼冤枉 你這麼正義感 趕快挺高宏安 抓起高宏安的手說 他沒有貪污 他只是仗記得太細了而已 對不對 你挺他嘛 多挺一下 我覺得為什麼 真冤枉 好冤枉 館長跳出來 然後高宏安馬上發個 對漏掉了 還有謝謝館長的支持 這樣不是好棒棒 大家都在一起 這真的叫做大團結 高清大聯盟 好 盡量 好 這隻 好 aggio últ